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门的是一名女子 民警进门发现 房间里有一名男子正在电脑桌前打印证件 男子并没有回答 民警要求男子出示身份证 男子姓李 李某承认自己是做假证的 民警在电脑桌上发现了一本制作好的假假照 李某的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 随后 民警在李某电脑上发现了一些假证的模板 李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房间 手里还拎着外卖 进门的男子姓杨 民警觉得杨某可疑 查询了杨某的身份信息 杨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 这时 李某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杨某自称是松外卖的 却熟门熟路地走进了李某的家里 更巧合的是 李某跟杨某还是老乡 民警觉得这个杨某不简单 立即把他控制住 这时 李某哭了起来 看到李某这样 站在一边的民警也摇了摇头 随后 杨某被民警带回了派出所 李某开始催民警赶紧回派出所 随后 民警在李某家里找到了三台制作假证和假工章的机器 又在床底下和柜子里发现了四箱假证和刻章 真纬度看看还是有点逼真的 对 他主要是做哪些证 他什么证都做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他也有这种 比如说身份证 然后还有就是驾驶证 然后一些这种什么职业学校的这种毕业证书之类的 他都有房产证 还有就是工章 比如说他克制也有就是医院的这种防治的工章 还有就是像有的派出所的工章也有的 记者看了一下 李某做的假证和假印章还挺全 毕业证 驾驶证 房产证 正正齐全 派出所 交警队 房管局 张张都有 前期的时候他是自己就是只是招揽这块的生意 然后他是通过一些其他的图形 然后获得之后 然后再寄给客户 后面他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太麻烦之后 然后他就自己自学了 这个就是技术 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做 然后后面这个杨某 然后就帮他拉客户 然后两个人反正一个组销售 一个组技术 两人演技再高 最终还是逃不过民警的法演 目前李某和杨某 因为涉嫌伪造 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 印章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